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大家好 欢迎收看 股市罗宾汉 我是罗宾 台股在历经前面两天的压回整理之后 今天在国际股市又是美股持续创高的带动 大盘开盘开高 不过很可惜的追价力道还是比较薄弱 所以今天又是开高走低 只不过今天加权指数是收红的 代表说连续两天之后 今天也出现了一个小幅的一个反弹 今天是收在10713 然后成交量13304亿 那我说过的大盘在这边整理 整个多头的架构 它没有任何的改变 但是我也知道 即便我在这边大声疾呼 多头的架构 没有任何的改变 可是我也知道 就一般多数的投资朋友而已 你想到现在指数 哇 万规点呢 你想到指数在万点 然后又连续两天压回 其实我也知道 绝大多数的投资朋友 在这边你什么都不敢做了 你绝对都不敢买股票 对不对 连续两天压回又想到 这万点呢 你总觉得这个行情压到 又怎么样又怎么样 好像要反转或如何 对不对 但是在我看 就是因为每次当大盘 连续两天压回或者整理个几天 你们就什么都不敢做 什么都不敢买 这个就是为什么 多数的投资朋友 你们在真正的一波 大多头的行情里面 你往往赚不到钱的原因 就在这里 就在这里 我说过的 你再会涨的 你再会涨的多头格局 你再会飙的股票 可能每天都去 不可能吧 它也要整理 但是你注意去看 你现在回过头 你仔细的去想想看 尤其是大盘在整理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到 这才是真正在赚大钱的时候 我只问各位了 当时大盘在涨这一波 急涨的时候 你会贪的什么大急 还是大盘在这边整理的时候 你能够赚到大钱 这差别在哪里 当指数在大涨的时候 涨的是什么 涨的是全职股 对不对 去想去台积电 去想去中华电 反正都是这些大型 台湾有这些大型的全职股 我只问各位 这些大型全职股 第一个 你会买很多吗 第二个 这些大型股 即便它带动指数出现 这么陡的一个角度往上涨 可是它真正的涨幅有多大 你去算一下 相较于 涨的时候涨大型股 往往行情在整理 大型股在休息的时候怎么样 会换成什么 换成中小型股在涨 对不对 越是行情在整理的时候 越是中小型股在涨 而这些中小型股一涨起来 不用说别的了 你按照你的印象就好了 大型股在涨 跟中小型股在涨 哪一个涨起来会涨得凶 是不是中小型股涨起来会特别的飘悍 特别的活泼 特别的活跃 所以换句话说 越是指数在整理的时候 它越是怎么样 越是中小型股 越容易上涨的时候 那这个就是我过去跟各位讲的 盘整出标股 对不对 而这些中小型股在上涨的时候 这个也就是怎么样 因为他们涨的都比大型股要凶 所以这个就是各位你财富累积的来源 真的大型股在在涨的心 真的基属在在涨的心 你怎么贪真的有贪到大钱 是不是小型股大涨 你才会赚大钱 那小型股大涨什么时候 在盘面整理的时候 所以如果说在盘面整理 因为像这两天压回来 你什么都不敢买 对不对 你什么都不敢做 那我只问 我只告诉各位了 你因为大盘在整理 你果足不浅 其实也等于怎么样 等于你把你的财富怎么样 这样的一个机会 你错过 你所错过的 这个时候如果你果足不浅 你错过的 其实是一些 一档接着一档的 在起标的标股 而你错过的这些标股 代表什么 也等于你错过了 你应得的一些财富 所以我说越是在这种行情 大家越不敢动的时候 你们总觉得这个行情要反转 要如何如何 结果你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蹉跎 犹豫 结果呢 财富拱手让人 这个就是为什么你们赚不到钱的原因 我举个实际的例子 大环年两天压回 对不对 今天还开高走低了 但是你有没有看到 这一档原相 今天有没有创高 你自己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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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有创高 大半呢 这大半 三个二七原相 这样 今天多 174块半 174块半 投资没有 我相信你是我忠实观众的 你有看节目的 你是我的全国会员 我强调全国会员 每一个会员 都有买到原相 对不对 什么时候开始买 我还在强调 是全国会员 每一个会员 我们什么时候买的 78块 对不对 涨到148 高档出一趟 押回再买 现在174.5 就算你没有跟着这样做 我们沿路 对不对 低档布局布局布局 一路买加买 一路买加买 这样子 到今天 174 就算你没有高出低进好了 你用最原始的方法 从爆到尾 问你 78块2 涨到今天174 有没有超过两倍 超过两倍 严格讲的是2.18倍 对不对 那什么叫2.18倍 当时你在这边 买100万的原项 你做100万 100万好多 100万是多少 当时原项7字头 70几口的高票 你买不起吗 70几口的高票 你买10张 那就780万了 所以100万也不过 10来张的原项 我相信我的会员 甚至于多数我们电视机前面的投资朋友 绝对都可以买10张以上 100万 在这样一波上来 你的100万怎么样 你的100万到今天已经变成218万了 这就是2.18倍嘛 对不对 如果你当时在这边你是拿200万出来玩的 已经变400多万了 有没有 300万的就变成650的4万 Uber 400万 872 你看 500万 如果当时是拿500万出来的 你现在都早早都超过千万 500万很多吗 投资朋友 我相信电视机前面的投资朋友 你的差不多是现在500万以上的一并比比 我想绝对不在少数 我的会员也是 那你500万 当时500万跟着我们做原项的 你今天都已经获千万了 对不对 而大盘怎么样 大盘没有涨啊 大盘没有涨啊 原项有大戏吗 那如果你因为大盘在这边 晃啊晃啊你不敢买 跟他这段了 跟他这段你就贪不到 这段从120 涨到170几 这样就50几块耶 1厂到5万耶 10厂到50万 对不对 所以 你因为大盘在这边整理 你果足不浅 我说你错过的 是这些一档接着一档创高的标股 也等于你是错过了你的财富 你看原项 对不对 更何况我们实际上第一档就带着各位买 那除了原项以外 我们继续再看 来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我怎么告诉我会员 黄鹤 3227原项 连续创高 有没有连续创高 各位 看得很清楚 对不对 今天已经来到174块半 距离我们当初所设下的目标价 只剩下一步之遥 好 那现在在市场上有很多名分析师 我说过的嘛 现在市场上 就我所知道的 所谓的名分析师 名师名嘴 至少都有六七个以上 甚至于包含投资配偶 可能你的老师这段时间 有没有带你买原项 你自己说 对不对 现在市场上很多名分析师 现在才进来要买 好 那因为它未来的展望 是真的相当乐观 当你任天堂 Switch大幅调高出货量 从原本的1400万 调高到300万 3000万 就可以亏见一般嘛 好所以重点是 我说我是唯一领先 在起掌之前 现在讲原相那么多了 对不对 现在讲原相那么多 有谁敢说 他的全国会员 每一个会员 已经大赚一倍了 现在讲原相了那么多 谁敢说 他的全国会员 每一个会员 已经大赚超过一倍了 我敢 谁敢出来讲 原相是如此 对不对 除了原相以外 我们再看 Mozvig概念 3317的尼克森 对不对 来 你再对照一下 这档股票 在不到一个月 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它拉出九根的涨停板 在一个月时间 它涨了超过一倍 一点三四倍 可是最近这一个月 最近这一个月 大盘在干嘛 大盘在家 右上右下 右上右下 等于原地踏步啊 对不对 所以很多人看到大盘 右上右下 什么都不敢做 结果你错过了什么 错过了原相 创下174块半的新高 你错过了尼克森 在一个月的时间 涨了九根的涨停板 而且还涨了超过一倍 一点三四倍 那这档股票 你是我的会员 你是我们股市罗宾和忠实的观众朋友 你自己说 有没有在起涨之前三天 前面三天 前面三天 我们就在这边怎么样 带着各位一起布局 带着会员 带着各位一起布局 你自己回想一下 当时我在这里的时候 我是在节目里面 怎么呼吁各位的 我说莫斯福要缺货了 对不对 我是怎么呼吁各位 我是怎么把股票送给你的 有人跟你抢吗 有人会跟你抢吗 你需要追高吗 需不需要啦 都不用嘛 对不对 后来三天布完局之后 拉出第一根涨停板 你看当时我们在讲 莫斯福缺货的时候 根本市场上没有人在讲 所以我说你要买多少有多少 你高兴买多少 买得开心买得高兴 对不对 后来一发动 你看七天的时间 就拉出六根的涨停板 后来高档因为分盘交易 我们先出一趟 获利了结 压回来 对不对 十天的分盘交易 压回来低档 分盘交易的尾巴的时候 尾端的时候 末端的时候 我们再买回来 接着再补三根 后来在十一月二十二号 再涨到创新高五十二块半当天 我们全数大赚获利出清 换句话说 我们从低档 一直到这一次第二趟 把它获利了解 我敢说我们扎扎实实 扎扎实实 赚了九根的涨停板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涨了一倍 一点三十倍 而且 一个月的时间 因为我买 十月十九买 我卖掉大赚获利出清 十一月二十二 一个月的时间 但是你要扣掉中间 有十天在分盘交易 我们是出掉的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涨了超过一倍 一点三四倍 这样的获利 你认为惊不惊人 而同一个时间 我说过大盘就在这里 这张股票当时 我没有揪你一起来吗 在这边压回说 我没有揪你一起来吗 我的现代才在讲吗 所以你错过了什么 你自己想一想 你错过了什么 如果你因为大盘震荡 你不敢买 你错过的就是这个 倍数的获利 那讲到倍数的获利 我想近期讲 你一个森得一个同业 也非常的多了 当然我也相信 在一波这样大涨的过程里面 他们确实都有赚到 那森子还没贪到的 最好买了吗 对不 我相信他们都有赚到 但是一样 跟原相一样 我这样说好了 谁敢讲 他买在低档 在起涨前三天 市场没有人在讲 没有人知道的时候 带你先买 谁敢讲 我敢讲 对不对 谁敢讲 谁敢讲 在高档的时候 大赚获利出清 1.34倍 扎扎实实 赚了九根停板 谁敢讲 我敢讲 其他那些讲说 你一个生态有赚的 他敢讲 你敢讲 拿出证据来 我是都有凭有据的 对不对 所以 投资朋友 想想看 在多头市场里面 是不是中小型股 飙起来就特别 特别狠就特别快 好 那当然这些 莫子菲有说过 我只做尼克森跟大中 大中也有五根 对不对 这个我就不再花时间去说了 好 那时候我已经涨上来的股票 当大家都在讲的股票 我说你就不用去追高了 我们要走在故事的前面 要走在市场的前面 所以我们要去掌握的是 人家还没有发现他的好 我们要先卡位 就跟当时 云相在七字头的时候 跟尼克森当时在低档的时候 还没有涨之前 所以从上个礼拜开始 我就一直怎么样 邀请各位 我们一起来布局 下一波的怎么样 缺货概念股 一样市场上没有人在讲 没有人在讲 那我们来回顾一下 其实我测标 我放了好几天 我说这个礼拜 我就会开牌 这个礼拜我就会开牌 我会告诉各位 今天我就会开牌了 为什么今天要开牌 来 因为我说远离我的成本 我就会开牌 有没有远离我的成本 来 这张股票 我从上个礼拜一 11月20号 我就告诉各位 对不对 市场上还没有人知道 我先揪你一起来低档布局 当天涨4% 低点在五字头 五十七块 有没有 来注意看 五十七块 对不对 白纸黑字 这虎不了人 五字头就带你布局的股票 接下来 第二天 明年大涨价 现在要先买 当天还是平盘 低档甚至于还在盘下 有没有 当时在61块 第三天 你自己看图 说故事的 有没有涨 还没有涨吧 我说明年会大涨 现在就会标了 所以标之前 你要赶紧买 你看那天只有涨0.4% 等于是平盘 连续三天 你需要追高吗 连续三天 有谁在跟你讲这个族群 大家还在讲Motsby的时候 我们已经锁定下一个 会缺货的族群 而且我第一时间 邀请你一起来布局 有没有 然后到了第四天 突然有买盘进来 哇 攻上掌停板 那天我怎么告诉各位 我说内行人 已经开始买了 果然开始标了 哪些是内行人 业内 原本没有人讲 可是这个消息 已经传到业内了 当然这个业内 传到业内 已经往我们三天了 可是他们一传到消息以后 你看马上来行的 瓜坚来布局 所以当天 你看连续两天 都有拉起来 对不对 这一天涨停板 然后这一天 也赶快拉起来 可是我说你不要因为 业内进来了 业内进来了 你就不敢买了 你不要因为业内进来 你就不敢买了 我说这个礼拜 它还有最后的一个买点 结果这个礼拜 礼拜一有没有压回来 有没有压回来 礼拜二有没有压回来 你有机会买吗 前面两天都跌 你说你有没有机会买 结果今天呢 今天涨停板 今天涨停板第二根 来 我说过今天要现牌 对不对 来 哪一档 8086 洪杰科 来 我们再来看看 当时在11月20号 来来来 看清楚 第一根 洪杰科 当时57块哦 当时57块哦 现在多少 现在81块啊 五字头变八字头了 投资朋友 我们讲在前面 另外一档股票 来 当时82块的 对不对 今天 时间的关系 过程我就先省略了 今天也开始涨 今天也涨停板 两档缺货概念股 都涨停板 来 哪一档 2455全新 来来来 2455全新 当时82块 今天多少 今天104块 远离成本 公开给各位 恭喜 恭喜大家 今天是不是开始有人讲 是不是开始在市场上发酵 但是我们已经大赚一波 这样的喜悦 跟大家一起分享 当时像 大家一起来 这个时候当然大家又开始要怎么样 开始在讲这个族群的时候 投资朋友 我们的眼光 已经开始怎么样 又要锁定 下一档 下一档 即将要 起标的股票 所以已经涨上了 我说过你不要自己去追 现在我要布局新的股票 尤其你错过宏杰哥 你错过全新的 这一档赶紧跟上来 这样怎么样 能够拿到这档股票 今天我们有个庆祝活动 一样 打对通关密语 就可以把它带回去 而且我还亲自带你布局 通关密语是什么 休息一下 下个阶段回来 就告诉各位 来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脚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投资的制胜关键 您需要领先的资讯 精准的分析 大来专业分析团队 为您掌握 大来国际投顾 请直播 02-2369-2333 02-2369-2333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感觉一切嘈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年纪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 气密床 投资的制胜关键 您需要领先的资讯 精准的分析 大来专业分析团队 为您掌握 大来国际投顾 请直播 02-2369-2333 02-2369-2333 那天 我跟自己说 我要让你们幸福 你们的笑脸 是我守护一生的食物 我们的幸福 新未来 03-328-9555 欢迎我的现场 做股票 你永远记得 你一定要走在故事的前面 就像当时 我们在七字头 带各位买原相 就像当时 我们带着各位 在低档 还没有人家讲 莫斯比缺货的时候 我们买了尼克森跟大中 就像是 在上个礼拜 没有人在讲 最新的缺货概念股 包含像 2455的全新 当时在82块 有没有 今天 全新 已经104块了 有没有 当时 洪杰科 57块 今天 已经81块了 然后你再看看 今天盘面上 有多少人开始在讲全新 多少人开始在讲洪杰科 当然我说过 好的股票 大家共襄胜举 我乐观其成 但是 我们已经大赚一段了 这个就是 走在故事前面的好处 所以你看 今天 我告诉我的会员 2455全新 以及8086洪杰科 果然引起市场 全市场的注意 现在已经开始 在我们后面 追我们的股票 有没有你们自己说 我们全体会员 在上个礼拜 还有这个礼拜 陆续大买 目前已经全数 获利大赚 三五足 缺货效应 才刚刚市场上 要蔓延开来 就像前面的MOSFI 缺货概念一样 所以我们不要 预设高点 有没有走在 故事的前面 同样的 我说已经涨上来的股票 不用追了 不用追了 你不要自己去追 要我带你买 不过你错过了全新 错过了洪杰科的 现在您有个更好的机会 那就是一样 这个最新的缺货概念股 一档最新的标的 我们现在才正准备 要开始布局 我们现在才正准备 要开始布局 所以你错过 全新错过洪杰科 没有能够跟上的 这一档绝对绝对 不能够错过 怎么样能够拿到这张股票 答对今天的通关秘语 不仅你可以拿到这档股票 我还亲自带你做 至于今天的通关秘语是什么 注意听了 请问哪一个族群 哪一个族群 我们在上个礼拜 就领先市场 带着各位布局 到今天市场上 已经全面开始发酵 今天这两档股票 双双拉上涨停板 你只要讲出任何一档股票 你只要讲出任何一档股票 就算你答对 今天的通关秘语 答对的 最新我们要布局的 一样是缺货概念股 目前还没有 人在讲 还没有真正提早 亲自带走 把握今天的机会 跟咱们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现在上youtube 印通财经台 人好时间 人好地点 驾到处 看处 youtube 日四点间 线上直播 上到时 分析师 精准团室解析 虽算虽看 真方便 youtube 印通财经台 频道 不关系 跟你安排在一起 投资的制胜关键 您需要领先的资讯 精准的分析 大来专业分析团队 为您掌握 大来国际投顾 请直播 02-2369-2333 02-2369-2333 你担心瓦斯外线危险吗 教你几个小配包 瓦斯桶放室外 避免日晒 由瓦斯行安全技术人员 近期检查瓦斯配管 使用瓦斯要小心 居家安全好放心 内政部消防署关心您 投资的制胜关键 您需要领先的资讯 精准的分析 大来专业分析团队 为您掌握 大来国际投顾 请直播 02-2369-2333 02-2369-2333 用偏红的二号粉底 遮掩粉黄的肤色 用黑色的发油 隐藏异常的落法